这个生化环材最好是在博士期间在海外认一下 如果你不在海外认一下的话 将来当大学老师的音效档次不会特别高 如果说你在一个221985以上的大学 或省级重点高校以上 你的科研经费和你的学术平台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一下子到了一个所谓的普通高校 去当一个大学老师 你的科研平台不高 太大的项目你也没机会做 如果说你要是好一点的学校 它的学科学术平台它也不一样 我建议是你最好在海外认一下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哦